日本人洗澡的地方是什么样 今天大家去看一看 我身后就是一个日本人家 普通的浴室 我非常感兴趣 里边的设施什么的 大家都说不一样 我朋友说的我不知道 今天正好咱们就赶上了 那就大家去看一看 去看一看看 确实不太一样 这个咱友谊说一 日本人这个浴室它的设计 确实整体就是说 有拉气冷 设计这个感觉 说实在蓝色的 你看看啥味的 味道跟普通水差不多 然后你看这边的瓷窗的设计 你看是简单 但其实这个吸引力 明显就能体验出来 日本人的教人就在那边 你比如说这个蓝色 是不是冷色系 这是乳白色 对不对 这是暖色系 就是冷暖乡边 就是水浮交融 通过交融的感觉 最关键应该是这个 你看这个也不一般了 以我昨天在日本的经验 我感觉它是一个什么的 它应该是一个 就相当于日本都有榻榻米 出身 榻榻米 但是这是一个防水级别的榻榻米 你看上面 这有点 黏了吧 你不懂得怎么用讲 防水级别的榻榻米 就相当于上面加了一个 高岸铁丝的那个涂层 既是一种传统 又又拥抱科技的这种感觉 就是 绝对值得学习 对头是吧 这些是很调节的 比较人性化嘛 对不对 高矮胖瘦 你怎么洗都能找到一个很好的角度 然后日本人也是比较 比较医匠心嘛 是不是洗澡的时候你看要不然就站得起 要不然就是这么多长得起 但是人家研制出来就能够做得起 浮到家了 这一块人现在就更好了 这个应该我没看错的话 应该是一个什么 有因系统 是不是 中控在这里 中控在这里 这边电源 这个是一个防水级别的可触控的 这个控制面板 在这边中控 就是说你在这泡的时候 你看来来来 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 对吧 就是你泡澡的时候 还能够欣赏这个 所谓的 有词剧啊 然后就是说边泡边看嘛 然后混击赛 是不是 非常人性化 混击赛什么呢 就可能怕你在这里 泡时间躺着晕了嘛 对不对 这种这种环境一进来的话 你就可以出去 你泡时间躺着不就 晕晕了嘛 对吧 你看这水质 这个应该是一个可控式的 恒温的调水级别的那个叫什么 热水出出出水气啊 水龙头 对不对 用我们的术语就叫水龙头 然后是可调角度的 然后应该是有空温的 看起来还不错 整体这个设备估计 虽然有点旧啊 这个体量是大小估计 也不知道多知 然后这是一些小摆设 我给大家展示了 你看这有个巴子 不知道干啥呀 一会儿给你解释一下 你干嘛干啥呢